來自賈爾派古里的拉胡爾 是一名專業工程師 也是一位熱情的自然攝影師 拉古爾在一群觀賞朝旁 發現一隻黃腰太陽鳥正在吸食花蜜 於是他就專在一旁拍攝 剛開始的時候沒什麼特別 但突然間令我大吃一驚 這隻癡性太陽鳥 下一秒居然躺盡出滿水的香蕉花蜜蜜 泡起醋梨 據了解 當日早上剛好下過一場暮暮雨 香蕉化的一片花蜜中剛好積滿雨水 而這隻太陽鳥身長約10厘米 失盡花蜜蜜剛剛好 過程中還不斷變換姿勢 甚至還養躺 享受嚴嚴夏日裡難得的清涼時光 累了就吸點花蜜 看起來非常協議 給了解 連結 sú 衝 吻 餵 吻 吻 餵 吻